这假纵将啊,以为燕青和李逵也是假的呢,所以要说服他们两个跟他入伙,共同立齐,拉杆子再成一帮队伍,在这儿站一个山头。 李逵听到这儿,把那斧子就亮出来了。 李逵说,你奶奶,我宰了你。 燕青一伸手,把李逵又给拦住了。 燕青心想,你先别忙,我问清楚了再说。 燕青瞧瞧瞧这假纵将,哎,我这朋友,你要让我们哥两个跟你一起入伙,这个事儿倒也不难。 不过我得问问你呀,你到底是干什么的,你有什么本事,凭什么我们俩就跟你入伙,听你的指派。 这家宋江听到这里微微一笑,哈哈哈哈哈哈,怎么样,你们俩也是假的吧,我告诉你,既然想吸收你们两个到我这入伙,我就把我这点底儿啊,给你捣捣捣捣捣。 说实在的,我跟宋江啊,还真是老乡,他是运程的,我也是运程的,我们俩这名还一样,他叫宋江,我叫王江,就是姓不投。 啊,我这个人呢,跟我这个兄弟,他叫东海,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交情过命,住的是邻居,从小一会儿长大了的。 我呢,我在人家一个两米店里边啊,当学徒,给人家扛米袋子,扛面袋子,干了一起活。 其实干这个活呢,也挣不了多少钱,挣这俩钱啊,兼够啊,养家户口的,刚娶了个媳妇。 我这个媳妇呢,又想穿,又想戴,我就得想办,给他多挣点钱。 后来我就跟朋友学会了赌了,董海呢,跟我又是朋友,又是赌友,我们两个经常上宝局上去押宝。 这牙宝开始的时候呢,还真就赢了,这一赢了,钱多了,手底他就宽松啊,这一宽松,这钱也就越花越大了。 可是后来呢,光靠这个宝局,他不是光赢啊,后来就输,这一输也接着输,输来输去的,我就有点输不起了。 我跟这董海呀,我们两个就说,说照这么输,咱们不得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给输进家。 董海说,不要紧哪,看咱们哥俩运气怎么样,完了咱们还能赢呢? 我就听他的,我就赌赌赌,这坑可就填不平了。 最后有一回,输大夫了,我们哥两个回来之后,跟老婆都没敢说,第二天,人家宝局派人找我要钱来,我就给人家支。 我今天支明天,明天支后天,支了三天过后,人家那边说了,你俩小子,把书的钱要及时给了,还则罢了,如果要不及时给了,就要你们的下半截使唤。 我们俩一听这事,那怎么办,跑吧,所以哥们东海,我们两个人就跑出来了,家小不要了,媳妇也不要了,好在没孩儿,我们两个跑出来之后,我们哥俩就合去呀,干什么呀? 这运城县,肯定啊,宝局那帮人眼目众多,随时都可以学不着我们俩,我们俩就想远着点跑吧,就跑到这一带来了。 开始腰里有点零钱,两天就花完了,没辙就走上了黑道了,我们俩的这一截道,头两招,半点还算顺手,跟你说吧, 我们哥俩两个从小在运城县,八十厂子里边也学过两手,三角毛四门斗呢,一般的打不过我们俩了,正因为这个,我们做买卖一得手,就觉得这个道可以走下去,紧跟着呢,我们就找一个落足之地,就挑好了这个地方了。 到了这个地方一看,这叫玉皇顶啊,里面有俩老套,有一个老的,还带着个小的,嘿,我们两个住进来之后,就把这俩人给收拾了,收拾完了, 这个玉皇顶就成了我们的公馆了,我们在这一住下,就我们俩,觉得还不行,逐渐的,就把这四乡八镇的,没处投奔的,想着上这条道的人,就招集来了。 现在看见没有,已经有失了过了,但是我想到了,我们这是刚立山头,要想着打响,不容易,凭我们两个的真本事,又没那能耐,怎么办呢? 这就叫,借助别人的名气,张扬我们的威风。 现在最大的名人,那就是宋江了,梁山上听说有一百零八位首领,手下有几万娄兵,我们这十了个人,哪能跟他比得了啊? 我一想,干脆,我跟宋江又是老乡,本来我这名跟他一样,所以我就改名叫宋江了,嘿,你还别说,我这名字打出去了。 一报宋江,到哪都好使,要去街道,东西撂下,人就跑了,我们要去造哪办事,一听这个,谁也不敢惹,所以说,我就是二宋江。 第二位兄弟,你们两个,你叫李逵,他叫燕青,那么你就是二李逵,你就是二燕青,咱们再凑的一块,逮着咱弟兄凑起他一百零八个弟兄,咱跟梁山就分平抗礼了,到那个时候分不出真假来了。 这年堂,什么叫真,什么叫假呀? 假的要把真的能给气了,这真的对假的就没招,我现在当了假宋江了,那真宋江,他能把我如何呢?是不是? 二位,我把这底儿可都交给你们了,你们愿意在我这儿留下吗? 眼清一听,微微一笑。 我说朋友,你说的这是实话吗? 当然是实话了,燕青说不对,据我所知,还有一个宋江的,没听说,这一带,就我这么一个二宋江,不对不对,还有一个? 有一个,就上刘家庄,把那个刘太公的女儿给抢过来,做压寨夫人的,那个宋江在哪儿啊? 我要见的是那个宋江,燕青一说这句话,这假宋江就乐了。 哈哈哈哈,我告诉你,你没找错,就是我,就是我呀。 我们哥们儿在这儿已经有十了个人儿了,我不得有个压寨夫人吗? 所以,派我的弟兄下着山去,四面八方,各村镇去打探,看看谁家有漂亮姑娘。 结果呢,那天,就在刘家庄,发现那个刘太公的女儿,很漂亮,他们给我送完了去之后,紧接着,我带着弟兄们就下去了。 下水道那儿,把她那姑娘接到我的山上来了,现在就在那个东跨店的那个店里边锁着呢,我这叫金屋藏胶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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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回,你服了吧? 燕青是我问你,我听说,抢这姑娘的时候,还有马呢?你的山上有马吗?当然有马呀。 嘿,这匹马是我结到结的,骑马的那个主让我给杀了,马就在后院拴着呢。 他,燕青一看这个小子倒挺老实,全都跟我说了,他为什么跟燕青都说了,这贾宋江,他也有他的想法。 既然跟燕青都说了,你燕青,他们这两个人,以及跟来的这两个人,就得在这儿入伙。 不入伙的话,他就准备把他们就杀死在这里,不能让他们下山,暴露了他们的住处。 他这话说完之后,盯着燕青,燕青又说了,我说这个二宋江,你把这个底头交给我了,想让我们跟你在这儿入伙,那你凭的是什么呢? 就凭你自个儿说的这个出身这个经历吗? 我觉得你这个出身,你这个经历,不足为奇,让我们不服。 充其量,你是一个赌徒,再往下说,你是个强男霸女的恶棍,再往下说,你是个杀人越祸的强盗。 哈哈,你还说我是杀人越祸的强盗,你他妈的子报是燕青,他报是李逵,那燕青跟李逵不是强盗吗? 燕青说,这强盗跟强盗不一样啊。 你这种强盗,是百姓唾骂的强盗,你像梁山上那些个强盗,是百姓们称颂的陆林英雄,那能相提名论吗? 哎哟,哎哟,你说的还挺清楚啊,你这还要讲一个是非,论个理儿,是不是? 痛快话一句,愿不愿意入火? 燕青说,我要入火的话,得看看你们的本事。 你们是单打独斗过来啊,还是一窝蜂一起上啊? 如果说,你们要能把我们这哥几个打服了,那我们就在这儿入火,要打不服我们,那你们就跟我入火。 你这个地方就让给我,我就要在这儿当为寨主,你看怎么样? 这贾宋将一听,哈哈,感情干嘛今儿个来跳行的了,我要让他入火,他还要跟我在这儿比武较量,争拨三头。 好! 这贾宋将心里想,这两个人为首的看这个体魄,肯定会点无意,跟着那两个那帅猴的什么不是。 那个小子啊,瞧那模样,那是个无赖,也没有多大本事。 我们呢,不能跟他单打独斗,单打独斗让他们一个一个都给我们收拾了,那就完了。 他看了看他那个最得力的助手东海,一时眼色,那意思,咱要打,就一窝蜂,一多胜少,把这四个小子就给他收拾了。 对了,一时眼色,咱,说了一声咱,这十几个人,有的拿着棍子,有的拿着棒子,还有的拿着铁锹,干嘛拿着铁锹,他们这个兵器并不齐全,刚凑齐了,这么一伙毛贼,呼啦望声一围,这就动手。 呼啦望声一围,这李逵可就撒了魂了。 李逵伸手把那对车轮斧就拽出来了,哈哈,小子们,你们就上吧! 他们望上一上,李逵这斧子望几一开,那铁锹就飞了,那小子转身刚一走,李逵咔嚓一斧子, 膀子又给卸下一个来,那个孤灯就趴着地起来,这边刚往上一上, 李逵这斧子望声一撩,游下往上,哭的一声,就开了膛了, 那个刚往上一床,李逵咔嚓这一斧子,那脑袋呼噜一次, 穿出三四尺去,这李逵几斧子就把这一帮人就给震住了。 剩下的人不敢冲李逵这使劲,奔燕青来, 可是燕青啊,那花拳绣腿,好拳脚, 燕青跟卢俊逸学过相谱,同时自个儿单独创了一套拳, 叫燕青十八番,番子拳,燕青跟这帮人一动起手来, 打得这帮小子鸡肚滚蛋,腿一舌,胳膊断, 甩猴子掌柜子在旁边也跟着瞎忙活, 这甩猴子不会什么武术啊,但是他一看这二位那么厉害, 他就愿意给这二位摇旗呐喊,再次助阵。 那位那崔武呢,手里边倒是拎着一把刀, 那个什么都不是,跟着这帮人他来回去转悠, 跟谁他也不敢照料,一会儿的功夫, 这十几个人跑的跑,死的死,伤的伤, 不能动的不能动,这东海有大盘盘过来奔燕青来, 东海手里边拿了一口鬼头刀, 他一摆这鬼头刀冲着燕青, 露出盖井望下这一度, 燕青坐井残头,往旁边一闪针, 躲过这个刀去,燕青飞起一腿, 这一脚正踢在手脖子上, 啪的一声,这刀就飞起来, 刀一飞起来, 东海就知道事情不好, 转身就跑, 燕青一看他一跑, 那刀正好落下来, 燕青接刀在手, 燕青没追, 瞄准了这东海的后背, 这一刀, 就飞出去了, 这鬼头刀, 刀头尘, 所以这刀飞出的时候, 这头在前面, 噗的一声, 正躲到他的软肋上, 躲到那软肋上, 东海跑几步, 啪叉就趴到地下, 那刀还在那立着呢, 这人们, 燕青跟李逵两针, 这一阵厮杀之后, 转身行, 再找那贾送江, 哎, 这贾送江没了, 李逵一看, 呵呵, 光跟这帮小子打了, 这头的, 李逵心想, 大哥说了, 必须要把那个贾送江抓住, 不把那个贾送江抓住, 回到了中义堂上, 没法交差呀, 可是这个小子, 趁着我们打的热闹的功夫, 他跑了, 跑哪儿去了, 燕青跟李逵, 以及这崔武, 还有那位老魏, 他们就在这山顶上来找, 四处学吧, 忽然间听见, 后边的山崖下边, 抹牙一声, 怎么回事呢, 这个贾送江呢, 已经看出来, 事情不妙, 不行, 别看他失了个人, 不是人家这两个人的对手, 这小子一看, 既然不好, 我快跑吧, 想着顺道跑, 估计跑不了, 这些弟兄圈完, 人家那俩人在后边一追, 顺着道飞猫猫追上不可, 他平速当中就注意了, 这个卧牛山的山后边, 有一个大石喇子, 石喇子上边斜着, 长了一棵松树, 这松树叫悬崖松, 这松树长得还不小, 枝叶茂盛, 这小子心想, 我从那石喇子上跳进去, 跳在这松树上, 在倒在那松树根底下, 在那一藏, 他们在山边往下探身的看不着我, 等这帮小子找不着我的时候, 他们走了, 我再从下面爬上来, 他是这么想的, 所以看着败局已定的时候, 这个王江就跳那石喇子, 跳到那松树上, 跳到松树上, 俩手把着松树枝, 这脚在下边可以悬空在那, 他往下一看, 有点眼韵, 因为下边比较高啊, 这要是一松手掉下去, 非摔死不可, 他得一把一把的往那松树根底下倒, 他将倒到那儿, 稳住了自己的身子, 在那藏起来, 可是他没等往下倒, 他忽然发现, 那老魏啊, 扛着那猴跟下来, 这猴比他利索啊, 这猴认得他, 因为他结过老魏, 这猴有打那山上边, 蹦在这树上, 他蹦在树上, 猴在树上边往下瞅着他, 这小子一看那猴, 他心里边就有点胆怒, 他还不敢大掌, 一大掌这不就等于给上人送信吗, 他这么一轰这猴, 这猴呢不躲, 冲着刺牙, 这小子心想, 他妈的, 我得罪了人不好办, 我怎么把猴给得罪了, 他什么时候下来了, 他盯着我了, 他就想啊, 倒这个手往树根那倒, 这手刚一搬这树, 这猴过来, 上次就一爪子, 这一爪子正挠他手背上, 撕拉一下子, 这血就出来了, 这小子哎呦, 一疼, 他还不敢嚷, 为什么不敢嚷, 怕人家上门听着啊, 他咬着牙, 心想猴崽子, 你盯着, 只要是我妥过这一关去, 我要再见着你, 非把你摔死不可, 可这猴呢, 哎, 挺懂得战斗, 这猴看着他, 看着那个手, 只要往里面一倒, 上去就一爪子, 紧跟着, 这猴急了, 冲着他这个手背上, 就练起爪子来了, 这一挠啊, 一会儿的功夫他的手背都挠烂了, 全是斜了, 这小子就觉得这个手受不了了, 手这么一疼, 他就使不上劲了, 这一使不上劲, 这手可就要松, 整个身子可都在那旋着呢, 这猴呢, 好乘胜追击, 毫不退缩, 挠完了之后, 下嘴就咬, 这猴一咬他, 他的手一松, 妈呀一声, 噓噓噓, 掉下去了, 啪啪, 摔到了山下, 正好脑袋还枕着一块石头上, 后脑海裂了, 这小子摔下去就再也没喘气, 这猴呢, 在那树上往前看着他, 他的一挨摔, 他的一叫唤, 燕青和李逵, 他们这几个人就过来了, 在山崖上望前一瞧, 哎哟, 这小子在这儿呢, 李逵从这个山上绕下去, 绕到山底一看, 人已经摔死了, 摔死了, 摔死也不能饶了他, 李逵把他的衣服扒起来, 咔嚓一斧子, 把人头砍起来, 把人头砍起来之后, 把那个脑袋在那儿空一会儿, 然后拿那个衣服一包, 包了一个包袱, 李逵噎到后腰上了, 紧跟着翻身又来到山上, 来到山上, 李逵跟燕青就说, 上这院里, 找这姑娘, 他们来到这个宗殿这儿, 果然看着门锁着, 姑娘在那屋里, 李逵一斧子, 就把锁头给砍断了, 推给帮门进来之后, 一看这姑娘, 满脸是泪, 这姑娘又惊又下, 又受他们的蹂躏, 这姑娘昨天不是人样的, 燕青一进来, 姑娘看见他们开始,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, 燕青一爆说出, 自己是梁山上的浪子, 燕青和黑旋风李逵专门为打救你来的, 这姑娘才放声痛哭, 觉得见到了救命的恩人, 这姑娘李逵干嘛, 李逵就往各大店转眼, 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人, 一看就这些人没了, 李逵各店转完之后, 跟燕青说了, 他那正店里边供桌底下, 可有不少银子, 燕青就有不少银子, 咱们先给他收起来, 到时候一瞧啊, 好家伙, 这银子足有一千来两, 燕青说这帮小子没少作案啊, 燕青拿起五十两银子来, 转过身来看了看, 耍猴的这位老魏, 我说, 威德哥, 你这猴给帮着立了功了, 要没有这猴的话, 说不定那小子我们一半会儿还发现不了, 你呢, 跟着我们帮了这么大的忙, 不白了呢, 这五十两银子归您了, 这老魏就, 哎呦, 你看这怎么说的, 你看我怎么, 这个忙, 赢给吧, 赢给吧, 我怎么能要你这个钱呢, 唉, 您甭客气, 接着, 这五十两银子给了他, 转过身来, 燕青又看了看这崔武, 崔武, 你可也属于冒充宋江啊, 你说你是宋江的属下, 你敢去接道, 哎, 说今天, 你砍下你的脑袋, 这崔武一听, 鼓灯吓得就跪了, 刚才这一场征战, 他看得是历历在目, 看得他是毛发悚然, 他一看这李逵跟燕青这二位, 真厉害, 我的天哪, 动气少了, 真黑呀, 杀人不见邪, 天想杀我, 那还不简单吗, 他孤单跪地想, 是是是, 这这这, 我不对, 我不对了, 我可帮你二位的忙了, 你说您这这还能再把我杀了吗, 燕青说, 其实像你这样的人, 此有余辜, 但是呢, 考虑到你家里边, 还有那么病得奄奄一息的老婆, 留你这条命, 回去呀, 好好地关照一下你老婆, 别再为非作歹了, 给你弄二十两银子, 你可不许再去赌博去, 你拿这二十两银子, 做本钱, 做点什么小满满, 好好地养家户口, 再不许装宋江的属下去街道了, 如果说, 你还敢冒充宋江的属下去街道, 我跟你讲, 这一代离我们梁山不远, 我们梁山上好几万弟兄, 随时都可以在这一代出现, 查出是你来, 你这脑袋就得搬家了, 我说话可就算卦, 哎哎哎, 这您放心, 这您放心, 我再也不敢这么样了, 走吧, 哎, 谢谢, 这个拿着钱, 磕了个头, 转身走了, 眼睛跟李慧看了看这个甩猴的老魏, 你这猴啊, 好好的喂着, 这猴可有灵性, 老魏说就是啊, 他帮我忙啊, 要不然的话, 那个小子街道, 他就把我杀了, 你说不定啊, 好, 眼睛你跟我们一块上趟刘家庄吧, 当时到后院把那匹马找出来, 他们把这一千来两银子都装到这马路套上, 然后给这位刘小姐刘小玉绑绳松开, 让刘小姐坐到马上, 李慧和燕青两个人跟这位老魏, 他们一起在下边步行赶着这匹马, 就下了卧牛山, 走出没有十几步的时候, 李慧又回去了, 燕青说为什么, 你要回去干什么, 李慧说你不知道, 有个大声, 李慧转身行跑到卧牛山, 倒在这个玉皇顶的庙里, 他把这庙给点着了, 浓烟四起, 大火熊熊, 火光这一起来, 李慧这才下来, 燕青说你怎么把他给烧了, 李慧说咱得把根给他除了, 这帮小子他说就失了个人, 能说就失了个人吗, 还兴许再有个三个两个的梅仔山上呢, 今天咱们给他都收拾完了, 咱们下去又回了俩, 在这庙里又住下了, 还得为非作材, 这回我连锅都给他点着了, 让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, 燕青一想李慧说的这话可也对, 好吧, 于是他们就回到了刘家庄, 到了刘家庄一见刘元败刘太公, 在刘太公一看把自己的女儿给找回来了, 老头跟老太太以及他的全家人, 对燕青和李慧简直就是千恩万谢, 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, 老头一个劲说呀, 你们呢就等于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的, 我这个女儿要是没了, 我老伴也得死, 我也不能活, 我这一家子就完了, 李慧说不光说你完了, 连我也完了, 燕青说好吧, 既然这样咱们得回山乡大哥服命, 我本人看到了, 似乎是大币, 我的相给你们ows了, 我们下转了,